无意中刷到这么一条视频 原来满洲历史在今天竟然是全新黑科技 是需要研究需要发明的 或许有很多人还错误的认为 历史是对祖先精神世界的守望 却忽略了历史还可以与时俱进 可以打造 可以推称出新 这一点满洲学者们的做法确实领先于全世界 让我们这些音寻守旧的人自叹不如 既如此不才也豁出去 把自己多年来考证的结果分享给大家 个人认为野猪皮这个名字是他父母所赐 没必要预概迷章的去解释 在形象上也没什么问题 野猪皮代表的是坚不可摧的精神 完完全全是一句褒语词 相比之下他们的族院问题才是真正值得研究的 努莫尔哈赤在1307年承认自己是蒙古遗种 成其六十祖孟格铁木尔是蒙古乌特部落的万户 而皇太极继位以后承认他们本来是狐狸改人 狐狸改意思在后来东北方言里被简称为胡子 一种古老的职业 蒙元时期对盗贼和强盗的称呼 华北地区称作呼拉盖 也有地方叫贼呼拉 随着蒙元帝国的扩张 这个词汇也传到了欧洲 英语和俄语里都有了呼利港这个名词 而把他们负责二人的言论连接一起去理解的话 就是蒙古资资部落的一些人上山做了狐狸改 这才是满洲前身的症结 既然做了狐狸改就必须得有黑话 野猪皮意思在狐狸改人黑话里应该是铠甲 因为古代长白山老林子里的人用野猪皮做铠甲 虽然黑话听起来难懂 但也有它的规律 它的特点就是指鹿为马 典型的例子就是野鸡鳖的门头尊 你怎么能上得了天王山 东北的胡子管衣服不叫衣服 叫叶子 所以野猪皮在狐狸改黑话里是指铠甲 这一推断也是符合逻辑的 无独有偶 雍正也曾经在朝堂之上称呼他的兄弟为阿奇纳赛斯黑 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野猪在满文化里的地位举足轻重 据说在满足传统文化里 猛兽的排名是野猪排第一 狗熊排第二 号称百兽之王的老虎才排第三位 没必要纠结 野猪皮诺阿哈赤毕竟还有自己的名字 而他的儿子黄太极 可怜的连自己的名字都没有 黄太极意思在蒙古鱼里只是一个贵族称号 或许他也曾经有过自己的名字 只是因为太丑不好意思说出来 所以黄太极的真名叫什么 至今还是个名 野猪皮诺阿哈赤在1616年举行了半年节 把自己的民族定义为女真 他是把当时的蜿蜒家族和复查家族等女真后裔 收编后成功的做上了顶包女真人 并且名不正言不顺的也建立了一个金国 史称后金 但他的儿子黄太极在1636年全盘否定了女真和金国 称他的祖先是狐狸改人 并依然决然的把这个民族改为 满洲 同时改国号为大清 大清意思是来自蒙古语的戴庆 意为战士 这个戴庆是满语 你准确说是蒙语戴庆的音译 而满洲一词是来自佛教的文殊菩萨 满修 有些满族学者声称满洲已经存在了三千多年 认为周朝时期已经有了满洲 满族在中原典籍当中被记载的第一件事就是护识施怒 我们知道武王华咒的时候因为伤亡无道 甚至认为唐宋时期满洲还建立了渤海国 你觉得太夸张 那只是因为你的想象水平太low 不过这种说法也会让文殊菩萨大跌眼镜的 我们管这叫光着屁股打狼胆大不害臊 还有满族学者认为他们的族员是败战亭人 经过长途跋涉来到了现在的中国东北 与当地民族融合形成了后来的满洲 这种说法带有凡日月之所照野猪之所至 都有满洲祖坟的意思 如此豪横倒颇有些乾隆风范 总结下这些人一直在延续着他们的强盗原则 庞若无人的大稿拿来主意 根据自己的需要任意占用文化资源 一群狐狸感一群强盗 最早他们试图继承蒙古帝国遗产 然后又对女真经国的遗产跃跃欲试 横刀越马入主中年后 摇身一变又成了中华正统 但是人算不如天算 到头来还是两手空空 但他们依然不心死 还天真的幻想着要去继承拜占庭遗产 这次也肯定会是猫咬催暴空欢喜 入关前这些狐狸改人的名讳 不必见不必瞅 是不争的事实 诺尔哈赤的名字意思是野猪皮 他的弟弟说尔哈赤的名字是小野猪皮 得多是胎儿 而多尔滚是狗欢 飞昂谷算得上是最好听的名字了 汉语里的意思是老哥的 与蒙古科尔信等部结盟后 他们开始学着用华丽的蒙古语吃早 给孩子们取名 比如索俄族 吉尔哈朗蒙古尔泰等等 入关后他们马上把这一切抛到脑后 揪占却着有模有样装向炎黄子孙 那以后他们的名字都变得很儒雅 比如玄叶 印纸 印针 印唐 印提 印祥 印鹅 甚至是蒲仪 等等 虽然这些名字听起来都很酸 但是比起他们在关外时期的名字 可是有天壤之别的 说到这里你可能会有疑问 为什么这些人都没有满语名字呢 因为所谓的满语名字都拿不出手 至于那些皇帝的年号都是用蒙汉两种语言起的 根本也不会有什么满语年号 如今满文学者对野猪皮诺尔哈氏的姓氏的解释也是五话八门 官方给出的答案是爱心觉罗 爱心一词在蒙古语里的意思是害怕 而觉罗意思在狐狸改黑话里的意思是 士族 歌马文学者偏偏要把爱心一词翻译为黄金 照这样解释 爱心觉罗一词就应该是黄金家族了 于是有人就跳出来说野猪皮诺尔哈氏姓金 不过马上有人站出来表示不服 不依不饶的说野猪皮诺尔哈氏姓铜 还要蛮人称诺尔哈氏姓赵 更有甚者有人应这个赵 前一个赵还可以勉强解释 后一个赵就有点张管理代了 众所周知靖康之变 宋徽宗和宋清宗被女真人俘裸去了金上金黄龙府 在那里宋徽宗一伙和他们的后人被称作野尔根人 野尔根人是女真人队宋人的灭称 后来这些野尔根人融入了满洲 也就有了野尔根爵罗氏 但他们的汉性一直没变 沿用宋朝国姓照 这么来看满洲史确实是一部越描越黑的糊涂仗 如今满洲人为了寻找竹园求证正本祖园 在不懈努力 看到这些人像眉头苍蝇一样乱碰乱撞 不禁让人感觉到有些凄凉 为此我也愿意尽一点绵薄之力 我有一个建议 与其去论证满洲有三千年历史 不如做个让步 把满洲历史缩短到一千年前后 别说自己是拜占庭 也别说自己是女真 更不要说自己是蒙古 直接把满洲论证为突厥人的后裔 毕竟突厥韩式贵族的姓氏是阿什纳 而阿什纳一直没有人认领 况且阿什纳和爱新和阿琪娜的谐音相同 论证起来也不会很困难 继承起来也会水到渠成 好